大家好,这里是FM10.07 Lay's Moonlight Radio 我是张一兴 话到嘴边又觉得刺穷 此刻说什么都感觉有点薄弱 想尽我的所能给你们,我的贝克 一场盛大的仪式感 在现在做到的又似乎远远不够 不知不觉呢,我的expert贝克们都已经五岁了 按照人生的成长阶段来说呢 大家都已经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了 祝贺你们 也是想说一路走来呢,辛苦你们了 祝你们生日后的第一天,开心 五年为轴啊,十年为期 开始远远早于此 在所有漫长的岁月里,你们一直都在 因为你们让我一个小小的梦想 变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本来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 但可能确实有这个敬相情更切啊 不敢问来人的情绪在 所以一时呢,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毕竟从2016年到现在啊 从2012年到现在,甚至更早啊 因为陪我走过了太多的成长 你们的名字也一直在成长嘛,对吧 不断的升级迭代啊 太多的经历,太多的疯狂宇宙 和到足且长 我从前呢,就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感情 我们互不相识,陪伴很久 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我们又共同经历,风雨同舟 我很难用言语去阐述我这一路的感动 感谢和感慨 所以呢,我也把它们写进歌里 花着一颗感恩的心 也希望借这首歌呢,把我想说的对你们说 甚至这一路,我眼里的你们 我眼里我们一起经历的每一个分秒 通通唱给你们听 陪着你,有我所有想对你们说的话 包含曾经那些想说未说,欲言又止 前段时间也有收到大家很多发来的视频 图片,还有给我的信 时间被经历的留存予以俱向 我也在我们的共同记忆里发现 我们竟然都已经有了这样共同经历的时光和成长 常说这个艺人跟粉丝应该是互相影响 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共同成长 但其实我从大家身上学到的东西 以及汲取到的能量要更多更多 很多迷茫失落或压力巨大的时候 都是你们给我坚持的底细跟前进的动力 一路走来 感谢 更多的是感恩 我们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好像能支撑出一个更大的力量 好像可以创造出更多更大的梦想 记得之前我有说过一句话 我努力是为了给大家证明 你们喜欢的人还不错 在外面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骄傲的说你自己喜欢的人是张艺兴 希望这也能成为你们的底气 至少不给你们丢人呢 等你们以后恋爱结婚了 也能带另一半会小孩来看我 到时候呢 可能你们都过了所谓的追星年纪 希望疫情好转 每个人都健康 平安 世界和平 我们有更多见面的机会 之前呢 一直都是 大家在倾听或者关注我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希望我也可以挑一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坐下来 听听大家的生活琐事 成长故事 或各自伟大的梦想 小小梦想 小小愿望 正如我期待的那样 我们互相扶持 共同成长 双向奔赴 最后想说 你们是我这一路走来最大的礼物 我的每一天确实在因你们感到幸福 我们下次见 拜拜